实感是你美丽 也是我美丽 但是回给改替呀 是你美丽 媒体报道网友热议 美国所有人你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齐小天 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 他的政治目标集中在十九大上的修改宪法 为他突破任期限制提供法理依据 最终如他所愿 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 一切围绕着如何顺利的在二十大上 开始他的长期执政 最终如他所愿 海外媒体在报道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时 前面都会加一个定语 历史性的 那么习近平的历史性连任 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对此做出了分析 金融时报在周末发推评论说 40多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在名义上的GDP份额 从1978年的1.8% 提高到2022年的18% 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安全与控制的时期 北京的主要焦点不再是经济扩张 而是在更加温和的增长环境中 培育自力更生和韧性 华尔街日报做出了更深入的分析 他的一篇报道说 过去的一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习近平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拆除了 邓小平构建的中国治理模式的根基 邓小平的改革 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封闭的国家 转变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全球增长的稳定推动者 现在有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 那就是习近平治下的转变标志着 过去40年来世界所了解的那个中国的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潜在的重大全球不确定性 在周一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习近平开始着手指在进一步 加强中国全方位领导的变革 他为赋予中共更直接控制 中国金融和科技部门的权力铺平的道路 并承诺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削减5% 外交政策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Richard McGregor表示 党政分开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关键设计特征 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说 这种分开已经过时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观点正在付诸实践 在毛泽东时代 从工厂到省一级再到北京的权力中心 各级中共官员决定了一切事物 结果是灾难性的 开展了许多血腥荒诞的政治运动 比如造成了大规模饥荒的大跃进 在邓小平时代 中共决定让度一定的控制权 党仍然是最高权威 但将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的许多实际工作交给了政府 总理作为政府的实际负责人 被赋予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 而党的领导人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 在习近平时期 总理的角色已经被削弱到 一些官员甚至开玩笑的将其比喻为办公室主任的地步 相比之下 以前的总理在运营中国经济方面拥有显著的角色 90年代末 时任总理朱镕基开始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 试图使中国央行不再受地方党委的控制 最后 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试图采取措施使中国人民银行的功能更加类似于美国的美联储 后者拥有遍布全国的十几家地区储备银行 然而 在今年的两会上发布的一项重组计划中 习近平正在将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到朱镕基改革以前的模式 取消大区分行 并在30多个省直辖市设立地方分支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表示 习近平领导下的一系列步骤削弱了中国央行的自主权 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可能不仅会受到党中央的控制 还可能受到地方党委书记的控制 习近平为查的第三个任期组建了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团队 其成员已对习近平忠诚而闻名 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官员已从领导班子消失 而在前一个时代 包含此类官员的领导班子结构 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 可以肯定的是 习近平仍希望经济增长 他并没有关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 也没有让中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习近平渴望转移注意力 试图以让中国人民感到安全 抵御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威胁 来作为确保党的合法性的基础 而不是建立在对经济福祉的不断增长的期望之上 在上任之初 习近平曾经非常拥护邓小平发起的改革 但在2015年的股灾之后 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对市场力量越来越怀疑 并开始逐步恢复党的绝对控制 包括将党委引入中国和外国公司的公司治理中 在人大会议期间 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抨击美国 指责美国主导的遏制 唯独打压加剧了中国的国内挑战 隐晖表达了梳理美国的意愿 即使梳理美国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 1999年 美国意外轰炸了中国南联盟大使馆 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 不过江泽民为了保护中国的经济发展 依然选择和美国好好相处 在那年 克林顿政府达成协议 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 导致之后中国惊人的经济崛起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魏玲玲 在推特转发这篇报道时评论说 习近平统治十年后 他为中国设计的拼图已经到位 标志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终结 他的这条推文让人有些悲伤 是改革开放让人民经济环境得到改善 让中国得以融入世界 大家说 习近平处于什么样的个人目的 开历史倒车 关闭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等待着中国人的未来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人选预测 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然而预测中最大的冷门 就是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等财经官员的留任 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领导层的人事名单 以及为什么所有人预测的重整金融界 目前还没有发生 亚洲新闻台报道 中国的立法机构确认 乙刚和刘坤继续担任央行和财政部门的领导职务 分析人士称 他们都已经超过退休年龄 并且不再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们的留任表明 新的政治逻辑正在形成 决策权正在向党组织转移 同时确认为副总理的 有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和刘国中 郑山杰被提名接替何立峰 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三位部长、商务部部长、农业农村部部长、科技部部长 也将留任下届内阁 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 内阁官员越来越被视为执行者 他们的年龄和政治地位 不再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香港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说 高级职位如央行行长 应该拥有扎实的宏观经济学培训 和对现代货币政策的深刻了解 否则他们很容易犯错误 更好的控制可能会使监管机制更高效 但也会减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空间 并可能在未来五年带来新的风险 金融实践可能在国家层面和全国范围内高度同质化 如果出现经济问题 各地区的金融共振会使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更加严重 虽然义刚保住了央行行长的位子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会一直做下去 毕竟 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不需要大会来替换 《华尔街日报》对于义刚 是否真正保住了央行行长的位子 做出了分析 文章说 65岁的义刚留任央行行长 正值习近平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改革 将央行部分职能划归其他监管部门的时刻 据知性人士称 预计义刚将继续领导中国央行几个月 以便在过渡期内提供连续性 不过 这些知性人士表示 义刚的留任时间可能会看交接的顺利程度而调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朱赫欣被认为最可能接提义刚 上述知性人士透露 朱赫欣仍被视为过渡期结束后接提义刚的首要人选 66岁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周日也留任 尽管他与义刚一样 已经达到了部级官员惯常的65岁退休年龄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这种退休年龄惯例已被淡化 习近平本人也打破了近年来的接班惯例 第三次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计划成立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机构 该机构将在现有的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 并吸收其他政府部门的一些职能 比如中国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 根据习近平上个月签署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中国政府将组建新的金融监管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还将组建国家数据局 上周五 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这项改革方案 在成立新金融监管机构的同时 中共还计划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是一个曾在1998年至2003年间存在的决策机构 该委员会将是党内与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等的机构 基本上由同样的人员组成 既履行党内职责 也履行政府职责 易刚在2018年被任命为中国央行行长 他一直是金融市场化的坚定倡导者 支持中国金融市场开放 以及让人民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他推动了有助于遏制中国债务和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 在易刚任职期间 中国央行行长的作用被削弱 易刚担任行长 但央行党委书记这一权力更大的职位则由另一名官员担任 易刚的前任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而易刚是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 朱贺欣也是候补委员 任命易刚继续担任央行行长的决定表明 中国政府希望金融业重组尽可能顺利进行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 国家大理干预 削弱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之后 上海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 政府通过让这些高级金融专家留在内阁 向市场发出积极信号 他表示 经济和金融事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 另外 在周日 全国人大批准了 以中国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为首的 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 李强挑选了郑山杰担任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 郑山杰是福建人 习近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 曾在这个东南省份任职 对于这些主管财经的官员的留任 并在今年两会上表决 油管博主LT说 这是惯例 这些所谓的留任只是一个过渡 两会后 习近平的心腹很快会代替他们 原因之一 就是习近平不会让外界感到 人事任命真的由人大投票决定 很快 大家就会看到 中国真正的老板是习近平 而不是全国人大 就如专家所分析 如果最高领导对现代经济学 没有深刻的理解 那么犯严重错误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的未来 放在习近平的小弟手中 而不是最符合标准的 有经验的经济专家手中会有什么后果呢 请在评论区里写下你们的看法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在3月10号 习近平连任第三任期后 许多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张袁世凯的照片 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位民选总统 他后来加冕为皇帝 恰好他还在3月10号上任 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始者曹雅学 发推问道 选3月10号当作习近平登基的日子 是谁的主意 这安的是什么心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当然 中国审查机构不能允许 这个习近平和皇帝的对比出现在网络 所以把袁世凯变成了敏感词 不过 审查官们忘了把袁世凯称帝 设定为敏感词 在3月10日 这个词在百度成为了热搜词 新闻调查转发了这张照片说 经典永远流传 照片里 李克强用了终止去按投票的键钮 推测网友评论说 人在按 天在看 另一位网友转发了这张图片说 有没有可能这三个都是同意键 图片里 三个按钮的选择是 赞成 支持 和同意 这位网友转发了李强担任总理的选票结果 有三人反对 八人齐全 网友问道 是谁这么大胆 是受过上海封城之苦的人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呢 这位中国网友转发了上海 有38万人正在排队出国的新闻 并问道 上海是疯了吗 这位网友评论说 如果不是门槛高 这个数字将会是13亿 最后这位网友发帖说 央视为了鼓励年轻人避免躺平 推出电视剧 女主是穷人 在北京打工了几年 才凑够钱 在北京二环的中心大楼旁 买了一套四合院 推着网友说 富裕限制了富人的想象 他们已经想不出穷人的样子了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萨格尔王爱通商宽依说 祝贺袁世凯全票通过临时大总统 摧毁是一瞬间的事 坚决支持加速师的加速事业 William说 时隔一甲子 中国人的好日子又来了 辛辛苦苦60年 一招回到开放前 鲁达说 大链芯片一定会成功 就好像大链钢铁很成功一样 就像雄安新区完满成功一样 有主体思想 还有什么人间奇迹 创造不出来呢 最后邓超远说 得位不正 总是患得患失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第一位网友转发了 扮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人 在学校进行红色教育 实感是你美丽 也是我美丽 但是 回给该地呀 是你美丽 你们青年人啊 早起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 希望你们 要好好学习 天天相伤 毕业以后 成为我们拐家的东连 推着网友说 小时候以为 你们就是我们 于是献出了青春 现在才知道 你们是他们 也就是干部子弟 红二代 这个世界 没我们什么事 新闻调查转发视频说 陆据说话 中国人活得 到底有多可怜 剩余价值 都被中共拿去了 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 一年高达2200个小时 位于世界第一 而与此同时 美国只有1610个小时 德国1400个小时 有件事情说起来 更奇怪 美国的行政费用支出 只占GDP的3.4% 日本只占2.8% 而中国的行政费用支出 占了GDP的25.6% 美国的教育医疗费用 占GDP的21.5% 日本占了23.35% 而中国只占3.8% 清华大学的教授 白冲的研究发现 中国五乡社保的缴费之和 已经达到了工资水平的40% 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50% 我们的社保缴费是 北欧国家的4.6倍 G7国家的2.8倍 东亚邻国的4.6倍 然而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的社保缺口 2020年就已经超过了 2.35万亿 而且这个缺口 每一年都在逐渐扩大 咱们赶超欧洲美国 也不能分阶级吧 你看看行政费用的支出 这么高 老百姓的税费呢 很高 工作时间呢很长 但工资呢 这么低 最后这位网友转发了 一位神婆为中俄必胜 做道场的视频 网友回应说 这一看上去是中俄两国的坟头 太不吉利了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 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了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 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